大家好,日文輝球使館節目時間 傑智射手單一奴域 累積59個入球 超越名宿巴倫股數 不過,還落後佐迪的93球很多 其實,佐迪只是傑智千一年代 頭號射手 領級聯賽,隊史首席射手是國友 總共為傑智射入102球 年輕球迷可能不認識國友 他就是深水埗教練郭家樂的伯父 講到射手話題 今集,再跟大家講一下 香港甲組足球聯賽歷來十大射手 究竟是哪十位呢? 特別要強調 港甲十大射手 每個總入球都超過200球 認真不簡單 排第十位是劉繼昭 總共射入204球 出身中華的他 都是傑智名宿 曾經效力過三個球櫃 第九位 是香港之寶姚卓賢 總入球是215球 姚卓賢 公認是香港戰後最佳球勝 據問年薪高達4萬元 60年代 可以買起尼敦道一棟堂樓 第八位和第七位是張氏兄弟 世好亞萍張子惠 射入233球排第八 張子惠十四歲就踢甲組 踢佛勇漢奮不顧身 有拼命四郎之稱 哥哥阿鄉張子惠 以237球排第七 1960年去英國加盟克池 成為歷來第一位 效力歐洲頂級聯賽華人球員 在對射針三比賽 射入一球 兩兄弟1968年 應不被立神邀請 一起登陸北美聯賽 不過張子惠發展比哥哥好 總共上陣32場 射入兩球 第六位是先後擔任過中華民國 和香港隊教練的佛爺黎兆榮 總級球是242球 佛爺足球生涯 橫跨二次大戰 1933年 在南華亞戰海甲組生涯 1940年 轉頭升島 直至日軍侵佔香港 戰後 黎兆榮 贏得頭兩屆聯賽神射手 一直踢到1953年 36歲 在結智退役 1954年 亞運 擔任中華民國助教 1956年 第一季亞洲杯外圍賽 執教中華民國 之後 教過香港代表隊很多年 還有不少著作 第五位是 袁拳濤 總合球 246球 袁拳濤 腳發順速 經常有出人意表舉動 所以有怪腳之稱 1971年 香港隊第一次參加世界杯外圍賽 袁拳濤初賽對南越 一戰定江山 審命出戰後 四強對東套主南韓 袁拳濤開賽五分鐘 就先開紀錄 可惜下半場 氣力不計 輸了1比3出局 袁拳濤 退役後長期擔任香港女子隊教練 1996年 竹總和甲組會爆發衝突 連拳濤做過一天香港隊教練 第四位是太子李玉德 總合球是264球 李玉德雖然是球王李慧棠的兒子 但原來當藍華球探 在修東球場發覺他的時候 並不知道他是球王之子 李玉德雖然腳發不算上勝 但射門把握機會能力一流 為他贏得三屆聯賽神社手寶座 他加上藍華四條煙 組成了一條前鋒線 當年幾乎無堅不摧 為藍華在50年代 七次贏得甲組聯賽冠軍 第三位是拖魯郭滿華 總一球是289球 郭滿華出身老牌球會中華 只要效力過渣滇東華 接著效力過魚丸七個球櫃 協助魚丸首次贏得甲組聯賽冠軍 魚丸六七年暴動退出後 加盟東方兩季 再轉頭東星踢多兩季才退役 郭滿華曾經六次贏得甲組聯賽神社手 亦是中華民國 1958年阿雲金牌功臣之一 可惜因病英年早逝 排第二位是何長友 總入球是291球 只是比郭滿華多兩球 何長友17歲 成為星島踢月組 1954年加盟南華 自此就沒有再轉過會 由於踢法自由淡定 又喜歡盆柳 因此愛好肥油 何長友出名是好好先生 本地賽事從未被罰過紅牌 長期擔任香港代表隊隊長的他 仍是第一位獲得MBE分銜的香港球員 不過他並沒有替而優質教 退役後去行選 馬聯定居澳洲直至世世 而港甲歷來頭號射手 是釘仔劉志林 總級球是298球 出生中華的劉志林 之後加盟98 1995年外借到東方 配合何應勳、朱永強、周文治 一群名將 成為亂賽和銀牌雙鳥冠軍 劉志林從1956年 開始入選香港代表隊 為港隊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包括1958年 亞運殺入八強 總共上陣75場 射入50球 平均每3場 射入2球 入球率相當高 而單計A級國際賽 有23場射入10球 跟大家說完港甲十大射手 昨天可能又會問 現役港超聯球員之中 入球數字最多是哪位呢? 答案就是現時效力結智 前港腳老將艾力士 總共入過97球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次見 拜拜